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股市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人民币在全球贸易融资中日益增强的吸引力 这一趋势不仅反映了中国资本成本的降低 更显示出与新兴市场贸易联系的扩大 根据扎打银行的报告 东南亚 非洲及中东市场的人民币贸易融资增长率 已达到惊人的两位数 香港的地位也因此愈加巩固 我们将分析人民币借贷成本相对于美元的优势 以及中国政府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所做的努力 像是习近平主席对非洲的资金承诺 此外 我们还会揭示新兴市场企业 如何利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 以满足实际商业需求 而不是单纯投资外汇 随着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中的份额不断上升 这对于未来的贸易格局和全球经济将产生深远影响 想要了解这一切的详细内容吗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来到华尔街股市特别节目 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将深入探讨一篇来自南华早报的重要文章 文章标题为 更便宜的资金 更强的新兴市场联系 正在提升人民币在贸易融资中的吸引力 通过这篇文章 我们将了解人民币在全球贸易中的崛起 以及其带来的深远影响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文章的主要内容 文章指出 人民币在全球贸易结算中的需求显著增加 这一趋势得益于中国资金成本的降低 及其与关键新兴市场的贸易联系的加强 根据扎打银行的报告 今年东南亚 非洲和中东市场的人民币贸易融资增速 已达到两位数 扎打银行中国开放 及人民币国际化顾问部的董事总经理吴嘉玲 在香港的一次媒体简报会上表示 未来几年 人民币在贸易融资中的需求将继续增长 许多在新加坡 马来西亚 印尼和非洲的企业客户 正在使用人民币与中国的贸易伙伴进行结算 吴嘉玲强调 即使美国联邦储备系统 可能在下周开始降低目标利率 人民币作为资金货币的吸引力 也不会受到影响 他指出 人民币的借贷成本 仍比以美元为基础的贸易融资 低超过三个百分点 例如 上周三个月期的上海银行间 同业拆放利率约为1.85% 而同期限的美元伦敦银行间拆放利率 则为5.2% 他进一步解释 这些人民币借款者 并不是在压住外汇收益 而是基于实际的商业需求 因为他们需要从中国采购原材料 或其他设备 根据银行业消息传递系统 Swift的数据 上个月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中的份额 上升至4.74% 成为第四大最常用的货币 在全球贸易融资中 人民币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二 达到6% 根据香港金融管理局的数据 7月份香港的人民币存款 达到了1.06万亿元 约合1495亿美元 这已经连续四个月 保持在万亿元以上 这一数字是新加坡的四倍 中国正大力推进 与这些新兴市场的贸易联系 上周 习近平主席在中国非洲合作峰会上承诺 在未来三年内 提供3600亿元人民币 约3960亿港元的资金 以帮助将中国的大市场 转变为非洲的大机遇 此外 北京还将单方面免除 33个非洲欠发达国家的进口关税 吴嘉玲提到 渣打银行已经向乌干达的一家数字公司 提供人民币贷款 以升级其设施 该公司在1月的非洲国家杯足球赛 和7月 8月的巴黎夏季奥运会期间 进行了广播 这家英国银行 计划在东南亚 非洲和中东地区 增加10%的普通化员工 以满足人民币业务日益增长的需求 来自中东的企业对人民币的需求 主要与资本市场相关的活动有关 吴嘉玲指出 几个主权财富基金 正在考虑进入香港的资本市场 以筹集资金来支持他们的投资 渣打银行在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 进行了多场路演 以强调香港作为国际人民币交易中心的优势 以及作为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超级连接者 他补充道 许多客户希望渣打银行 帮助他们在中东扩展业务 从多角度来看 这一系列的发展 不仅显示了人民币在全球贸易中的日益重要性 也反映了中国在推动国际化进程中的积极姿态 随着人民币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大 未来的贸易格局将可能出现新的变化 这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将是深远的 在分析人民币在贸易融资中的吸引力时 首先需要考虑的是资金成本的因素 当前人民币借贷成本明显低于美元 这使得企业更倾向于选择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 这不仅是因为人民币的利率较低 还因为人民币借款者是基于实际的商业需求 而非投机外汇收益 这种稳定性和实际需求驱动的特点 使得人民币在全球贸易中更具吸引力 其次 中国与新兴市场的贸易联系不断加强 也是关键因素之一 中国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和资源投入 积极推动与东南亚非洲和中东等新兴市场的贸易合作 这不仅仅是官方层面的合作 还包括金融机构如扎打银行等在具体业务上的推动 例如扎打银行向乌干达企业提供人民币贷款 以及计划在这些地区增加普通化员工 都是为了适应和推动人民币在当地的使用和需求 此外 地缘政治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随着中美关系的复杂化 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企业开始考虑使用人民币来降低对美元的依赖 这种避险和多元化的需求 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最后 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 人民币在贸易融资中的崛起 不仅仅是货币使用的变化 更可能带来全球贸易格局的重新调整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企业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 这将为人民币创造更大的国际需求 并进一步巩固其国际地位 这种变化不仅有利于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 也将对全球经济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 总结来说 人民币在全球贸易融资中的吸引力不断提升 不仅是由于其较低的借贷成本 和中国与新兴市场的紧密联系 更是因为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格局的变化 未来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 我们可以预见 其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将会更加重要 并对全球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特别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哇 人民币在贸易融资中的地位 可谓是如日中天 这就像孙子兵法中的上兵伐谋 在经济战场上谋略先行 赢得先机 中国降低资金成本 扩大与新兴市场的联系 这些举措无疑将大大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你看看东南亚 非洲 中东市场的人民币贸易融资增长率 都达到两位数 这简直比股市牛市还要劲爆 哼 楚天书 你这可是过于乐观了吧 说起来 你的上兵伐谋倒是挺不错 但别忘了孙子兵法 还有一句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人民币的确在一些新兴市场上升 但这也可能是一时的泡沫 只要美联储一降息 美元成本下降 人民币的竞争力就立马打折 再说了 这些新兴市场也不是傻子 只要有更便宜的资金 谁还会死守人民币 谢琪琪 你这种担忧就好比《红楼梦》中的林黛玉 总是带着无限忧愁 人民币的吸引力可是有实打实的数据支持的 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1.85% 对比美元的5.2% 这差距可不是小数目 而且 这些企业借人民币可不是因为要投机 而是因为真实的商业需求 这可比股票市场的泡沫稳定多了 哎呀 楚天书 你这简直就是在做西游记里的唐僧 光说不练 你看 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中的份额也才4.74% 仅仅是第四大货币 再看贸易融资市场 人民币份额是6% 也还没达到第一 况且 这些数据也可能是短期的 难保不会有波动 更何况 中国本身的经济增长放缓 这些新兴市场的需求 也可能逐渐减少 这些正是我们要警惕的 哎 谢琪琪 你这简直是启人忧天 习主席可是亲自承诺了 3600亿元人民币的资金支持 这不仅是钱 更是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啊 就像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借东风 这些资金将大大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不仅如此 香港的人民币存款已经连续四个月超过万亿元 这是四倍于新加坡的数字 这难道不说明问题吗 楚天书 你这么说就像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 纯粹是逞一时之勇 这些资金承诺听起来是好 但最终能否落实还得看具体情况 再说了 这些新兴市场的政局不稳定性也是个大问题 谁知道什么时候会出个啥事 你看 非洲国家债务问题已经很严重了 靠免除关税能解决问题吗 人民币的国际化还是需要稳扎稳打 不能急于求成啊 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